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乖音和相关的汉字 乖音和相关的汉字,成音成字都比较晚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祖宗最早发明语音、文字的时候 是没有乖音和相关的汉字的 那么是后来我们老祖宗建立了一套所谓中华文化的整体系统以后 基本有一个基本的规模或者一定的基础 以后对我们生活的环境、人事的观察和思考 而不得不又发明了这么一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呢,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了解这个世界 明白世界的真理真相 也就是要明白我们从哪来到哪去 来干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来干这个的 并且呢,我们人作为领长类最高端的这个星球上的统治者 或者说是主宰者 那就具备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能够通过这个滚滚红尘的物质 看到滚滚红尘背后的所谓的规律 真理真相 那么怎么来确定它就是真理真相或者就是真正符合逻辑的规律呢? 那就是通过每个个体内心当中所保存的一个真理真相的副本去印证 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良知去印证啊 去相互这个参照 所以有高人说啊 这个真理连向蕴含在这个物质事业当中啊 所有的物质当中 日月精神山河大地啊 百草百物啊 百百兽啊 这种当中 同时呢 也在每个人啊 人啊 首先是人的心理 因为什么在成成为人以前呢 我们只是在成人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有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认知 只有在这个星球上啊 只有到了人这个层面才能认知到啊 呃 这 两存在于两个方向上的真理真相 那么自然而然 那么规则使然嘛啊 那么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我们人也来到这个地球上独立了以后呢 独立于这些动物啊 呵呵 以外成为人 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对自己周围的环境 进行了观察和思考 那么就要去认识啊 呃 不一定说最早我就要去完成所人做人 所谓做人的使命 那起码要激励一些经验吧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经历 那么因为我们是有记忆的 并且记忆力很好 能把这个经验呢 给记录下来 给这个储存起来 那么通过这个经验啊 信息啊 知识的不断增加 自然而然的就要寻找这些知识 信息经验里的所谓的关系 啊 通常呢就是所谓的 这个理性的关系 也就是真理的关系 就是真的符合逻辑啊 其实逻辑这个词是外来语啊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就叫符合道理的一种 呃 思考的这个就是心啊 或者这个念头 我们真正的那个自己的运动 这个路径啊 当然了 你运动路径必然要符合 那个规则 那么符合真理真相的 规律知识信息 经验等等等等 以及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叫做逻辑 所以当然了 逻辑有正确的 有不正确的 真理还有真的真理 还有假的真理吗 当然了 我们就是要认识到 这个真的真理 那么祖宗呢 也是在刚开始就从 呃 第一步做起啊 千里之行 识与俗下嘛 我们要认识整个真理 那不是一下子真理 就展现在我们跟前的 也不是一代人 两代人 呃 十代人 百代人能够完成的 也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能完成 所以人要群居 要相互服侍 相互非法 相互支持 前赴后继 呃 后人踏着前人的足迹 呃 一点一点 这个再去发展啊 认识整个真理 实际上就这么设计的啊 那么 祖宗呢 那就通过这些经验 这些知识啊 信息的积累 有了自己的信息库 得到大家的 共同的印证 就把它固定下来了 你叫什么 呃 太阳会从东面出来啊 西边落下 月亮呢 呃 也是啊 在天上 也是围着我们这个地球转 当然最早的认识 未必就是真的 我们总是在这一步一步的修正过程当中 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但是你说是太阳地围着地球转 地球围着太阳转 那跟这个东面升起西面落下 没关系 东面升起西面落下 这就是真理 哈哈 那么至于谁 围着谁 他就是我们看到 就这么个现象啊 那么 相信啊 太阳落下以后 第二天才会升起 那么就自然形成这样的逻辑 所以就放心的进去睡觉 经历黑夜啊 再会见到光明 那么等等等等 周围都一样啊 水旺地处流啊 这也是真理 因为所有所谓的万有引力关系 我们后来有了这个更接近真理真相的所谓的科学 那么所以祖宗也建立了这么一套最基本的思维逻辑 那么根据这些东西就去判断 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什么时间该种地 什么时间该管理 什么时间该收割 什么时间要准备啊 没有食物过冬了等等 这一年365天 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等等等等 这些这都是真理 尽管可能说啊 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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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啊 那个很高傲神秘的那个所谓的宇宙的道法规则啊 不打尬实际上也都是寒写之内的 你必须从这些最基本的去做起 就像我们今天要发射火箭卫星 发射宇宙飞船 各种各样 我们认为我们还有能力的一些产品装备的时候呢 必须从石头做起 如果没有老祖宗当时使用石头 我们做不了今天的宇宙飞船 所以宇宙飞船是我们人类整体 从使用石头一步一步造起来的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狂妄了 忘数点忘祖啊 就是老祖宗愚昧啊 不懂 没有老祖宗的愚昧 我们更愚昧 这一点啊 其实道理很简单 所以祖宗最早就是用石头 那时候也有 对他那个逻辑未必是 真的符合真理人像啊 那么但是呢 要找到真理人像 那是必须经由的 布置和过程 所以祖宗自然形成了最基本的逻辑 那个时候祖宗说人心不乎 那时候祖宗也不骗人啊 形成的正确的东西 大家都能印证 是不是正确的啊 是没问题的 那么后来呢 我们祖宗啊 就是发现了一些事情 那么就比如说 鸡能生蛋 蛋也能生鸡 但是蛋未必就能生出鸡来 那么这种祖宗 因为根据认知那个蛋就是生鸡的吧 那生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有一种不明白 觉得稀奇 觉得这个 搞不清楚 跟正常的所谓的 我们建立的逻辑 相抵触 但是呢 它发生了 那么这种事情 我们祖宗呢 就叫做 怪 富裕这个字的时候呢 都很晚了 这个字成形 比较和我们今天的形 差不多 画了一个心 又画了另外一个心 意思呢 这是两个自己之间的一种纠结 弄不清楚 那么当然后来祖宗觉得这种事情 就属于怪事 搞不清楚 弄不明白 很稀奇 那就想去弄清楚 后来发现呢 原来那个鸡蛋没受精 它不行 它生不出来 刚开始说 那就应该出来 那当然了 那就更进一步的了解了真理 那就在诞生鸡的 这个描述上呢 就说 要是受精 受过精的短 卵 天能形成鸡 我只是说 打这么一个比方 那很现实 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日识月识 所以那祖宗那时候 又解释不了 弄慢叫天狗吃月亮 谁到日 或者天狗到日等等 来解释这个月识和日识 这种现象 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 真正的相信 如果没有祖宗那种事情 叫我们来看看 没有祖宗的那种经历和认知 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这个真相 那么是一样的 那因为什么根据规律来讲 根据我们的认知 那太阳 清天白日 那那那那 那不应该被遮蔽的 那为什么会有的时候遮蔽呢 那就说这种事情 就是搞不清楚 弄不明白 好稀奇 但是呢 它发生了 那你就不能说它是错 所以这种 一种对这个世界现象的发生 不能理解的一种心情 就叫做怪 所以祖宗花了两个心 一个心 是我们肉体上这个心 和心脏一样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圣啊 那就是说真正的 我们明白道理的那个心 要认知到自己的 那么一个心 加一个圣子 这就是 这个怪吗 不符合逻辑的 搞不清楚的 这是最早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只有这个音 还未必有这个字 就是说大家只是有一种 末朗两可 隐隐约约的这种感受 到了后来 我们人类堕落了 包括我们中国的祖宗 也有人堕落了 那么就会制造一些 这种违背常识 违背知识 违背认知 违背规律 违背真理 违背 我们大家的这个 共识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现象 用我们直白的话说 就是有了所谓的魔术 我们现在叫魔术 还是高大上的东西 实际上现在好多人 还破裂不了 对魔术 魔术不能彻底认知的 这么一个范畴 还觉得魔术就是应该的 谁真的 变的时候 是怎么怎么回事 那不是假的 好像他就真应该 能把这个东西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是真理 他就好像是真的 应该无中生有弄出来 但是我们在人滚滚红尘的 这个还被卡在这的时候 我们不去被那个能力 在自己身体以外 而我们硬要在自己身体以外 认为 那魔术就是那 说白了 难听 魔术就是一个骗术 所以他制造的就是这种怪 叫大家觉得 你们知道 一个盆里头 我们就能叫他 变出蛇来 你不用力放蛇 他怎么能出来 那个盆里能整出蛇来吧 那很显然的道理 但是现在好多人 谁谁变魔术 造假 那魔术本身就是假的 你在去观看的时候 在去欣赏的时候 就应该是假 但是他怎么骗了我们 怎么造的假 我们未必清楚 但你不能说魔术就是真的 如果魔术是真的 谁也就老懂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题外话啊 那么 赌宗也进行了思考 两个心之间相互纠缠 觉得这种事情呢 他就不应该发生 但是他发生了 那为什么发生了呢 那肯定 有骗术在里头 所以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字 拐 拐骗的拐 拐骗了 那肯定是有骗 那他这个骗是怎么来的呢 是转折来的 本来呢 这个东西呢 就应该干照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这个逻辑 正常的信息的整理的一个轨迹 那就应该向着那个应该发展的方向 根据这理啊 根据规则 那应该往那发展 但为什么他没发展到 发展到别的地方呢 必然有一个转折点 所以这个拐有转折的意思 其实呢 这个转折点我们看不到 所以祖宗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个点 像前一段时间有个很 很搞笑的视频 弄得其实大家就一笑了之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通过练一个顺口溜 阴阳顿错的 大家都很高兴 拍着巴掌 漂亮漂亮 谁最漂亮 我最漂亮 谁最富有 我最富有 谁最这个 通明 我最通明 跟你建立这么一套 永远都是 我做到那个东西 看看都很正确 结果忽然来个谁买单 我也买单 那好笑是觉得这个人被骗了 实际上呢 这就有里头弄怪的成分 就是骗人的成分 他叫你认为 所有的好事情 所有的美好的祝愿 美好的希望 都叫你 以为是给你祝福 结果他忽然就缠上了下去 那个骗术是一样的 我跟朋友分享过 其实啊 我们生活当中都痛恨骗子 骗子比我们 现在的正常人 说实话说的多 告诉我们是多 所以他才能骗成功 如果一个骗子 他说的都是假话 没有人 他也不为所谓的成功 骗不成 就是因为 他一直都是弄真的 忽然来一下 才能骗到人 所以那些真的 真的是真的 就是说 这也是 那么他给我们建立一个逻辑 就是他是个好人 他不会骗人 结果忽然来一下 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祖宗呢 也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呢 就说有 拐骗子拐 拐骗子拐 那骗吧 那么在这个就是管是什么 就是转折 他是本来就应该往那发展 他就人为的给你调动了一下 人为的挪动了 人都人为的干预了 那么就会出现 说不清 弄不明白 很稀奇 啊 这样一种现象 或者让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的事件发生 所以呢 那就是 啊 出现这么一个次 那再后来呢 那么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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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小孩 啊 他看着呢 一般的孩子 心灵比较纯洁 啊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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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他有的时候 我们作为成年人啊 他 对他的 他未必认可 但是我们也给他形成一个逻辑 你只要听话啊 我就给你糖吃啊 给你蛋糕吃 给你血糕吃 给你好处 啊 你不听话 我就不叫你 所以孩子呢 一看啊 也形成这种逻辑 其实我们就在培养 叫他去 聪明灵力 耍心眼 骗我们 当然我们会觉得好笑 因为孩子的骗术 毕竟浅薄嘛 所以有的时候呢 他就假装 那还是骗嘛 他顺从我们 因为我们在从孩子的顺从当中 一种拙劣的 低级的这种 骗术当中 找到了快乐 去嘲笑他 或者心里 等等等等 如何 结果孩子无形当中 就被我们污染了 所以这样的孩子 我们叫他乖 乖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就说 这个孩子聪明 灵力 你看他懂得 懂得就顺服 他假装 他懂得假装 懂得假装是什么呢 那就是聪明 就是 灵力嘛 就我以前跟朋友也说过 就是 其实聪明啊 不是好事 聪明是什么 就是骗了别人 不让别人知道 那才叫聪明 骗了别人 叫别人知道 那叫聪明嘛 实话实说 也不叫聪明 因为他不骗人嘛 嘿嘿 所以呢 这都是大家仔细去品味 我在老子道德经里头 就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老子 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告诉我们 要决胜气质 那个智就是 所谓的聪明 我们今天认识为 智慧 都一样 所以呢 那么 其实这三个字呢 现在到我们 现在还一直通用 因为他本身的意思 就是有一种 搞不清楚 弄不明白 哪个地方有错误 转折 欺骗 等等这些东西 那最后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这个怪 两个心的一个 那么这个责怪的怪 那么这个呢 他为什么还有 就是责罪 去反对 去不诞成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 我们真正的那个自己 我们腰里别的 同样的真理真相 也就是我们的良心良知 对我们这些 怪怪怪 叫做 拐骗 装乖 欺骗 掩盖 变魔术 人为的 去制造一些 不符合逻辑的 去诛心 去扰乱别人的思维 去 就是把别人 搞乱 叫把别人搞晕 从中余力的 那么一些 所有的行为 甚至于起心动念呢 夜行人静的时候呢 做亡反思 我们的良心 就会 叫我们不安 我们的良心 会暗奈不住 出来谴责我们 我们怎么 就骗人了 那这种事情 这种 这个 不诞成 反对 叫我们不安 这么一个 行为吧 或者这样一个过程 或者这样一种 心念的 心理的活动 那就是叫怪 就是 不诞成 反对 所以呢 怪也有 怨的意思 当然了 我们后来发展 因为有这个意思 谁谁谁 就责怪人 不是自己心 对自己 自己的良心 对自己的 这些起心动念 和行为的谴责了 而成了呢 推卸责任 求得自己心安 而去责怪别人 把责任 把这些过错 把这些欺骗 去管理到别人的身上 我不是先骗的 他先骗的我 其实他先骗的我 我又去骗他 我也是去骗 不能说他骗我不对 我骗他就对 实际上他骗我 我也骗他 我们俩都错 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 好多东西都弄不清楚了 就好 所以呢 就奇怪 为什么他骗我 他先骗我 我再骗他 我也是骗 这就怪吗 弄不清楚 其实弄清楚了 什么叫真正的不骗 他骗我 我不骗他 他不骗我 我也不骗他 他骗我 我也不骗他 那他叫真正的不骗 就是不怪 好 利尔罗嗦 说了这么多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祖宗啊 后期心理活动 而产生出来的 阴和文字 跟最早的祖宗 那种淳朴 直接从周围环境 这个阴 动作现象 去最初画这个图形 图画发展出来的 这个文字呢 不同 有了这个所谓的心路历程 就是心动 在里面 所以呢 就给大家多啰嗦一点 好 关于这个怪音和相关的汉字 就给大家分享那么多 谢谢大家